现代人大多数都处在亚健康的状态 体内使气重视不少人的问题 那么,体内使气虫到底有什么外部表现特征? 如何自己判断并健康去除士气呢? 请看小编的介绍,帮助您试办公呗 1.体内使气太重有什么特征表现? 2.如何去使气? 首先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舌头 这是看你是否失气贵重的简单方法 看看你的舌头两侧是否残留牙齿压迫的痕迹 也就是俗称的屎黑蛇 这说明你体内的失气还是比较重的 2.其次,看看舌苔的颜色 如果是肥润红润,那就是比较正常的 舌苔颜色过于发白发黄 且比较厚式的,体内使气都比较重 3.再次,看看你每天的大便状态 注意观察大便是否成型 是否粘腻在马桶上多次冲洗不干净 是否每次大便都感觉变不干净 如果以上症状都有 说明体内失气很严重 4.最后,看看自己每年的精神状态 是否经常无精打采 怎么睡都觉得不足够 脾胃也很虚弱 如果具备以上4点 可以100%确定你是个士气很重的人了 5.针对士气重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食疗和运动来解决 1.多做运动 慢性有氧运动 如游泳、瑜伽、慢跑、肌群训练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每天运动后出出汗 是个很不错的方式 2.注意摄入去使气的食物 可以多吃一些温热性质的蔬菜水果 如玫瑰花茶、生姜、葱、蒜 视力不好的不要吃蒜等 少吃冰凉寒性的食物 如河叶粉、冰沙等 在我下一篇经验里会更加详细 长篇幅许述具体吃那些怎么做才可以去使气 这里先简要描述一下简单的方法 3.寒冷天气不要穿很少的衣物 会让体质更加恶化 要注意保暖 请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